您有一条来自国宝的留言 请注意查收 看见这盏灯 仿佛能够看见被它照亮的时代 一位西汉宫廷女子 眉眼细长 脸型圆润 头上佩戴巾帼 身穿曲具身衣 陷足而坐 两千余年 她未曾挪动一步 却从西汉启程 带来遥远的一束光明 她为灯而生 两手持握灯盏 向前投射光亮 身体是烟尘的容器 想象着她的温度 如同感知到久远的温暖 光阴长短 如灯火明灭 1968年 在河北省满城县 承西三华里的灵山上 先后发现了两座汉墓 当墓室中散落的铜构件 被重新组合后 晴灯侍女 安然沉浸的表情 从尘土中浮现 铜灯内外科技的多处明文 讲述着她经历的复杂流转 这盏灯曾在长信宫的浴室里使用 长信宫灯由此得名 这些铜灯 点燃过汉代的暗夜 映照出人心美丽的憧憬 层出不穷的样式中 钢灯最为奇妙 钢灯造型多为动物或器具 长信宫灯是唯一已发现的人形钢灯 一件宝器 一位家人 从此执手 互为你我 艺术家完成了卓越的设计 女子左手托起底座 右臂宽大的绣管自然下垂 扣住托盘 成为灯罩 灯盘上立有两枚遮光片 盘边设有手柄 开盒与转动间可以控制光的照度和角度 西汉时常用动物脂肪制作燃料 燃烧时黑烟弥漫 气味难闻 钢灯内部的空腔是汉代人实现环保的诀窍 灯点燃后 烟随热气流顺衣袖进入空腔 过程中温度逐渐下降 烟台便附着在内壁 避免弥散 保持空气清洁 灯体的组合部件可以拆卸 底部开场便于清洗内部 控制光亮 这寻常的需求 被创造出超凡的精致 在灯盏明灭 烟雾完转中 我们见证前人的心意与考量 时间四光 生命如柱 长性光灯 带来灵动的光亮 国宝留言持续更新 请注意查收